万里车有26年的历史了 我们是从1997年开始开发建设这片土地 从芡莫农田到现在的城市社区 地图上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 都在河的边上或者离河不远的地方 大长浦是贯穿万里社区的一条母亲河 围绕大长浦的改造 是万里15分钟生活圈的一个生动样本 11月27日 大长浦虎城段冰河步道贯通 立刻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热门目的地 但曾几何时 大长浦却是附近居民投诉的重点对象 为了解决民生难题盘活宝贵的冰水资源 多方深入调研合力推进 是将凑合变为绣带 参与这个项目其实很早 2021年开始 我们就开始逐步的考察 包括现场勘探 然后就开始逐步介入了 因为沿线的它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致命区也有 企业也有 包括跟宝山交界的一些区域 所以说我们当中要做的工作也会比较多 然后因为我们是属地街道 像我们说我们跟这个社区单位也好 跟这个社区居民区也好 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 所以说我们对接 这个比较多 然后他们来做一个项目推动 这样其实是 然后我们跟他们会一定期的召开这种 沟通会交流会进行一个碰头 其实就是综合着来的 就并不是单单一方来推动这个事情 是多方的一个力量 去年街道开会的时候 那么街道已经视频展出 我们这条河要进行改建了 而且造一条很漂亮的过桥 给我们描绘了一幅 似乎就在眼前的一幅美丽的河岛 很多老百姓居民心里的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造出来 是让大家有一种幸福感温暖感的 然后具体的设计考虑呢 就我们说要拉动 就是整体经济活力 就等于拉近各个居民区 到商圈的距离 其实变相的到我们社区服务中心 文化服务中心的这个距离也近了 我想更多的水岸 它的周边会形成一个公共地带 就因为公共地带的形成 因为我们的水岸的 它的一个交通的行程 那么接下来更多的人 是在1500米之外的一个人 1500米也就构成了 不同的社区组团 所以这些社区都能够 均衡地去享受到这个水岸 这个水岸其实也是一个公共的客厅 它未必是零距离 但是它是可处其可到达 所以它的这个辐射面 应该更宽更广 所以它可能这样的一种辐射是 N个15分钟的生活圈 交织在一起 成为一个合集 成为一个串珠 然后共同与我们的水岸生活去联动 除了冰水空间 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关键还在于身边能否触及 优质均衡的服务 我们提倡的是 每个生活圈里面要有一个 就是一站式的综合服务设施 它首先是功能复合的 然后可能至少包含这种 三种以上的功能 然后把它集中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这个空间可以是 比如说我文化也可以用 我体育也可以用 我这个未老服务也可以用 它是嵌入到我们 整个社区生活圈里面的 其实我们生活圈里面的设施布局 其实是要考虑人的 它的一个出行方式 那么其实老人和年轻人 就是他们的出行轨迹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其实在布局设施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特点 比如说年轻人 他可能就是日常工作日 可能就是从家出发 然后走到离他最近的轨胶站点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是设施布局的时候 可以沿着家到这个轨胶这条线 那么在沿街的界面 去布置他们需要的这些设施 然后老人他们需要菜场 然后需要这种医疗 需要这种未老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们的活动路径上 去布置他们需要的设施 城市建设是带着许多年代的烙印在里面的 那我想一下 还有过去的很多这个一流问题 就是讲我们过去可能的房屋的质量 人口的这个老龄化 其实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现在在城市更新里面 有待遇解决的 而且我相信它是一个微调整的这个计划 循序渐进的计划 它并不是一个商业的计划 也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看到盈利的计划 它的这个优势的反补更多的是关于民心 关于人民的福祉 关于公平的生活 所以就是这样的未来的城市更新的诉求 要把这类问题民生的问题作为我们首要的考量 然后这样的一种民生问题 又能够与我们的经济的投入能够形成一种平衡 并且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